早呀 今天是我在这里住的第一天 清爽的早晨 我叫小玉 29岁的我在广州工作6年后 决定换一种生活 来新疆住500亩地 过上重半年晚半年的生活 特别喜欢新疆的葡萄藤小玉 就在玉立县哈拉红村 一对维吾尔族爷爷奶奶家 租了一间房 骑车到地里15分钟就到了 这一天呢就是我的地 现在我的棉花宝宝们 基本都出来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 你一个没中过地的人 怎么管理五半亩地呢 我现在用的是超级腼腆 无人化管理模式 你只要过玩手机 就能管理好五半亩地 现在我们用手机 就能把冲苗水灌呢 活儿可以只会机器人干呢 这场游戏的重要角色 还有我的导师 海雷兄弟 上一年 他俩通过无人化的方式 成功完成三千亩地的管理 并总结出一套 可以复制的模式 那现在爱老师呢 就准备给我进行 种地前的一些培训 爱老师通过测土 给我的五百亩地 提供科学的种植方案 方案跟我过完 就进行农石之心 确定好种植方案以后 我的五百亩地的物资 就拉到地边边上了 速货上门 像点个外卖一样简单 种地分成 耕种管收四个阶段 现在呢 我们超级腼腆的 马上就要进行 大规模的春波作业了 大家可以看到 身后我们的农机 已经准备就位 我们的物资也已经准备就位了 一滴八滴 农机盒子监管 吃肥播种 农机自驾仪来包 冰田又急俠出场 突然气象监测 我有物联网 灌水施肥 智能关开系统 必须整上 现在呢 我的棉花宝宝们 基本上都出出来了 接下来会进入 无人化管理的重头戏 为期四个月的管理期 到时候会有更多的机器人 来帮我一起管理五百亩地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期待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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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